大家好,我是巴人 今次經典開箱 跟大家帶來這三部 KONAMI的 1比64 車仔 這兩部就是 SOBALO 360 DELUX 這兩部都是六七年車 就是美期款 後面這部之前 都在霸人名車 跟大家介紹過的 HINNO CONTESA 1300 Coupe 六五年車 其實這幾部KONAMI 我都在很多不同的渠道 收集回來的 最近香港突然多了 不少KONAMI 突然流出回到市面 早幾年我試過 一炮過好像買了六架 但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 現在我突然發現 一炮過多了很多 有時候在現時點 有網站也看到 有網站也看到 今天拍片也讓我找到 那部可能遲些 再跟大家說一下 先說這三部 之前那兩部 HINNO CONTESA 這兩部 一紅一藍 我好像 早一個星期 我只想起原來是有這個 那我就 那死了 香港又不見 有放盤在哪裏找呢 結果我也是在 我買這兩部 現時點那裏的店 就找到這架 那都是格仔店 在二樓 我不會再說多 我又沒有收廣告費 為什麼要說這麼多呢 那我開這兩部 給大家看看 這架 我那天 一在網上看到 我就知道 又要第二天破了去買 幸好被我買到 現在叫做 還有這些 這些吸索就很容易脫出來 原來是脫了出來的 那就可以了 我省了 不用割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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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割破了 有它 有它 那這部Hino Contexa 就真的 它也是有點起疹 也看到 所以它的價錢 也不會賣到很貴 而且這個款不受歡迎 你試試2000GT那些款 它可以建立到舊水都可以 但是當然 2000GT 就 KONAMI那隻造工 我就覺得又不是特別漂亮 都不差 不過黃色那部買得過 如果你看到黃色 但白色那部真的 哇 出得很麻煩 你說紅色 藍色都好像有 那些就OK的 那都是這樣 這部Hino Contexa 其實那些 QC的都是OK的 那因為Tommy 就只是出過四門版 那 那 我覺得 Kopay真的 有另外一種美感 四門版那隻美感 就好像 比較踏實一點 比較平淡一點的感覺 那 Contexa大家看得多了 那 開一部素把佬360 給大家看 那素把佬360 這個款式 其實終於在這裡 撕開了 我覺得可能可以脫出來 因為它這些東西 經過年代九軟 那些紙 那些膠 那些黏合劑 已經 你看這樣已經脫出來了 那這部東西 都是有點起疹的 我都預料了 因為KONAMI的手勢 跟舊的Tommy Tech 是一樣的 只不過是 叫做可能 我都不覺得它好得去哪裡 大家一口單 差不多 不過可能 Tommy Tech 有些位置會執著一點 但KONAMI的款式 特別 那這部360 其實我是 還有一部白色的 放在裡面 我沒有拿出來的 所以換言之 我已經儲齊了 一套的KONAMI車款 它 KONTESA 就只出過3隻色 那3隻色就齊了 那素把佬應該也是出過3隻色 所以我現在手上的3隻色 都是齊了 那算是好喜好賀 開了這部 藍白的 裡面有一部全白的 不知道算不算是全白 那其實 KONAMI這間 都算是時代的眼淚 跟KONTESA一樣 KONAMI 老實說 它跟Tommy Tech 起家的時候 都差不多 即KONAMI本身是遊戲生產商 突然又轉了 就是 等下又做了 車仔 不是做了車仔 是做了車仔 但問題是 結果就是 你看看 你看看 KONAMI現在做了什麼 不會再出車仔 但Tommy Tech 還是存在 所以其實都 我真的不知道說什麼 這三部車就在一起 另外這兩部 我懶得開出來 可能遲些放照片給大家看 因為今天主要都是說這三部 其他只不過是給大家看 可能我放在留言給大家看 每兩套都拍照 那真的 這車真的做得不差過Tommy Tech 可能Tommy Tech 可能Tommy Tech就覺得 它像真一點點 把連結 又像真一點 這樣 可能它後面又開到 但是 其實我覺得 不是很大分別 KONAMI可能在像真 那裡 例如這些這麼小的 可能會犧牲一點點 但這些大部 其實不會差到去哪裡 好像Contesa 我覺得它的細節掌握 比Tommy Tech 更好 但Tommy Tech 當然是四門版 其實也不可以 但是它的細節 它真的拿捏得很好 我覺得它這條連結 是比Tommy Tech Tommy Tech 那條反而太弱了 Tommy Tech 其實是出局的一種顏色 好像白色、綠色和橙色 並不知道什麼東西 我只會有白色那一架 接下來可能會有的士 的士反而它用的那條連結 就是合金連結 最便宜的就是合金連結 反而整件事看上去順眼很多 其實Contesa也很慘 身為日夜 牽佬 最後一部私家車 那種唏噓的感覺 簡直跟中國最後一個皇帝是一樣的 你想想 你說 太子牌Prince 這個汽車公司 被日產收購之後 起碼有些叫劉芳百勢 例如GTR GTR雖然是日產收購太子牌之後的事 但問題 在GTR這件事 是由當時太子牌的工程師 技師去研發這件事出來的 理論上它們有很高的自由度 所以沒有太子牌便不會有GTR 沒有Skyline便不會有GTR 所以這件事就是太子牌可以流芳百勢的事 但牽佬沒有 牽佬沒有 牽佬被強調之後 被土塔收購 沒錯 可以保得住招牌 但問題 沒什麼人記得 牽佬是做過私家車 雖然YSUSU有雙子座 但雙子座應該是很多年前的事 TOMMY TECH也有出的 我也有三部 一紅一白再加一部黃色的 蘇巴佬也比他好 蘇巴佬360在71年停產之後就好像有R2去接手 當然蘇巴佬到現在都已經放棄了所有後置後驅的車款 因為蘇巴佬Samba 已經變成貼廠牌的OEM車 當然我買一部Suzuki EFI 我為什麼不直接買Suzuki EFI呢? 我買你蘇巴佬的車章回來嗎? 那我不如真的買一部Suzuki EFI回來就算了 它根本上的東西是一樣的 我要買你蘇巴佬Samba 就是你那種停車 但它一二年之後就沒有再出 其實也挺稀緒的 尤其是我的Mon Contessa 真的是日本 應該算不算 不是唯一 是最後一款有後置後驅佈局的房車 我不是計跑車那些東西 因為只有它才有的 我記得房車是沒有別的 會再放引擎在後面做一輛房車 所有都是前置引擎的 那它的驅動方式就沒什麼所謂的 後驅車 考慮一下日本做什麼後驅車 即是放引擎在後面 都沒有了 即是我計算是MR了 MR現在計算一下 只剩下NSX還是新的那輛 做什麼車? 我真的想不到 後置引擎這個擺位 真的應該只剩下波子 我真的想不到 我真的想不到 還有什麼廠在用 真的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 後置後驅的車 對我來說 真的是一種很大的魅力 所以令我買了這三輛東西回去 今集就先說到這裡 下集再和大家見面 拜拜